今天是18号 也是这次野人户外节的最后一个上午了 然后下午我们就要坐飞机飞丽江 每天我都美美的 因为身后太多专业的人 我刚才的那一段是张导写的 我照着念都不行 辛苦了张导 你还得再补拍一下 就是录的那段可以 照着读嘛 我照着读都比较难 等着你大片了 压力很大 以后二三十年跟下一代吹牛就靠你这个 我跟下一代吹牛也可以吹旭歌 张导辛苦了 陆上见 陆上见 大片见 张导的大片 我们还可以在吃饭那里再聚聚 一会就要跟旭哥拜拜喽 拜拜 小鹅一路平安 我还没去吃饭了 吃完饭就跟旭哥拜拜了 我们现在全部都拍完了 今天中午还是可以在营地吃饭 吃完饭就要跟旭哥小剑哥他们分开了 我想问一下旭哥接下来的出行计划是去哪里 接下来是去大西北 因为现在比较热嘛 所以首先想去甘肃的甘南 断一圈 然后去青海湖 拆打木盆地 哇 到那边就天有点凉快了 挺好 海拔低一点地儿就也很舒服 回头走河西走廊回城 哇 这一条线路 对 人文风景都很给力 先风景后日子 我那条线路我都不敢去走 因为人文不求说不上来 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天天都被人说 然后风景的话 我能看到很多美景 但是我没法去从视频展现出来 所以说接下来就看旭哥的视频了 你那接下来去哪 你那接下来去哪 就是真的是太热了 我接下来可能要把车开回国 然后就要办生根签 如果生根签下来 我想去欧洲一下 今天的午餐还可以 很丰盛 这个了 水果也多 这个你敢吃吗 蝉有还是挺有的 应该就是蝉有 我就吃过一次 我对这个不感冒 但是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我来个水果披萨 一面 真棒 这位是亚洲记录的自由潜水 是冠军 你告诉大家多少米 说出来那个数字惊讶到我了 121 121米 我是考过二星的 16米 我下去一回来 我就觉得好喘气 居然121米 是我的多少倍 你算一下 7 8 差不多8倍 我下16米 他121米 等我以后把四星学会了 我能下50米60米 再向你请教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起玩 其实现在也可以一起玩 现在不行 你都120米了 我才十几米 果冻你多少米 你会游泳就行 稍微会游 稍微会游就可以 要不要游 我要离开这里了 所以不是说跟你大事合个游 我们今天是从北京那时候 武器场飞鸣江 现在在北京上撿一下视频 然后下北京就大事给大家拉出去 最近确实没有天天更新 每天都难闷 到云南的时候我就好好休息一天 每次好好休息 其实每次都是在 边理性边工作 一直是我喜欢的什么方式 看这一次 好多大人 这一题 好开心 我在剪视频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了 丽江还没天黑 真好 到达了 我们现在坐出租车 到了丽江古城的夜市了 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去树河古城 因为我们房车离树河古城很近 今天晚上还是先住一碗酒店 明天再去看房车 我们已经到酒店放好东西了 现在下楼去古城逛一下 感觉这几天参加活动 我每天都吃宵夜 今天到丽江 这个时候肚子又饿了 忍不了了 出去 这里可以出去 这里可以出去吗 直接 可以 这个环境好好 这是树河古镇 晚上相对比起大眼古镇 那边安静很多 这狗狗好可爱 我们前两天在北京很热 来到丽江了 应该白天也是很热 但晚上很舒服 如果正在那个选择是我 我不请用尽续紧承 不请募借 让世界 开始 始终 我们在这里吃宵夜 现在不算太晚才十点钟 点了一个小锅 六十八元 里面有配菜 这边也有营运 然后这边也有 然后这种氛围感特别好 北京 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人在丽江就待个两三天 就要去城湖了 去了城湖就很快 需要去中亚 蒼斯 葛葛到时候回到南中来 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这几点分 boats有点累 我的节奏是很坏 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 你就在我身边 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 失去了你的容颜 什么都 让他去给我拿个勺子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了 这个蛮好吃的 就是我这个碟子都还没有占它都可以 他去帮我拿勺子